因為我很怕胖 所以我跟你講不會太甜 然後味道很 蛋黃的味道很香 跟傳統蛋黃酥真的不同 綿密淡香究竟秘訣在哪呢 在地烘焙業者也不藏思 答案在烤盤上 今年的蛋黃酥的奶香味跟酥度 還有裡面的那個紅豆餡跟蛋黃 都特別的改良過 今年的蛋黃也是比較軟 然後今年的紅豆餡變比較不甜 那你可以吃到更多的奶香味 跟那個蛋黃酥的那個皮 是香氣是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樣 是加兩倍的味道 還有包著俗成黑金的烏魚子 前年新創後就一直很受歡迎 今年整塊烏魚子香氣從月餅內飄出 剛出爐的新滋味令人難忘 很清爽的烏魚子 而且吃起來不會很油膩 烏魚子的味道很香很香 你可以吃到烏魚子的味道 然後可以懷念那個 鹹鹹又甜甜的豆沙味 在裡面的融合的口感 還有顧客一進門就問 你好請問和牛綠豆蓬還有嗎 我們和牛綠豆蓬賣完了 雖然已經完銷 但業者推薦的最新可味 東路桂花的綠豆蓬 你知道綠豆蓬在我們基隆 算是大家都會很喜歡的味道 然後綠豆蓬在基隆賣了非常多年 所以我們在中秋節的前15天都會做限量 就會出桂花版的 因為桂花跟綠豆沙加起來其實還滿搭的 有一種甜甜的香氣 那桂花會放在你嘴巴裡面 慢慢釋放那個桂花的香味 特製的綠豆餡加入處理過後的桂花 搓揉成型後印上桂花兩字才算大功告成 我喜歡綠豆泡 嗯 真的 讚啊 業者挖空心思 創新可味 還要推陳出新包裝 搶攻中秋節月餅市場 記者蔡小鈞采訪報導 哇 今天和我喜歡這邊的意思 大家นะคะ